各位師兄好 又是我Kenny 剛剛在網上拍到馬場的花生 姚本輝接受訪問 關於第六場的陸上飛池 以及這隻精彩有理 聽到訪問 我照樣報 但盡量簡短一點 大家如果看到訪問 就自己去看看 關於他問這隻精彩有理 剛剛跑了1600米 這次是加眼罩 原因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直路上有些額頭 姚本輝這樣搭 對上幾次都還是有額頭 這隻馬是年紀比較輕 還是有些生的 所以這次試試加眼罩 跑回1600 但這隻本來是正選 因為有一隻沈集成 那隻退出了 換了陸上飛池 再補進來 跑1600 陸上飛池 跑1400 跑第四 加了兩分 姚本輝就說 好奇怪 那次跑二三四 那三隻馬 都加了兩分 都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搞錯 為什麼這次要真情 還有為什麼會真情 給他一個機會試一下 其實這隻馬 都可以跑中距離 他說精彩有理 陸上飛池都可以應付 各位記者就問 這兩隻馬 哪一隻會好些 對我們來說 當然要聽聽他怎麼說 問一些重點問題 哪隻好些 潮本輝也答得很過癮 都很難說 對很難說 一隻就年紀輕些 一隻年紀大些 一隻經驗好些 一隻經驗沒那麼好 都很難說哪隻好些 一隻加眼罩 一隻就真情 好像就 A又漂亮 阿B又漂亮 很難選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他答了什麼 但是預實就報道 那小弟就 看回 他就說這隻精彩有理 就急有 航頭的習慣 年紀又比較 生一點 輕一點 真情 就 不 大眼罩 希望改善 他那個 航頭掛 或者集中一點掛 陸上飛馳 其實如果不是沈集成那隻 他未必是補得出的 但是補得出又不代表他沒有戰意 最重要的是 他就說上次那場跑過第四 因為被那隻後勁很勁的馬 爆上來 不夠他爆 嚴果場負榜比較重 但這場都是負133 加200米 兩隻 他的意見就是 一隻成熟一點 一隻就沒那麼成熟 一隻就已經贏過兩次 一隻就沒贏過 他說兩個當位都差不多 那就 很難說哪隻會好一點 小弟只不過是 這樣聽到就這樣說 他就沒有說哪隻好的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兩隻都是有機會 都是廢話 各位師兄聽了這個訪問 如果我就一定會問他的 清楚有理是正選 陸上飛馳是複選 那會不會 如果陸上飛馳不出的話 只是清楚有理 覺得機會高不高 現在陸上飛馳又出了 那會不會有什麼戰略運用 應該怎麼跑 應該這樣問一下 是不是這樣說 就算A好一點 他都不會跟你說A好一點 當然兩邊都說一下 對我們投注上 有沒有幫助呢 唉唉都是要拆一拆他 講開又講 關於美麗系 在馬場都是呼風喚雨 的啦 那麼多馬 擺在那麼多個馬房 線路分佈 禁廣 唉 只是入馬房探班 一去到那麼多個馬房 有排談 跟這個又談 跟那個又談 整個馬 全日的賽馬 哪隻有機會 哪隻沒有機會 都收到風 今天啦 這個美麗是 郭少明父子 入了場 跟莫雷拉 今早呢 就密密針 密密針 可能的話題 不知道是不是牽涉到 第八場二班 千四的美麗滿分 這一隻賽塵仙的馬呢 首個兩次都跑千二熱身 上次跑千四 就在潘先生的Law Pack 下面呢 就跑過第三 那輸比曾經比阿摩 說有吸制賽能力的 金槍六十兩個馬位 那都可以跑到第三 那今次啦 金槍六十就不在了 那交給蔡又漢 司家Law Pack 莫雷拉 上去啦 那應該會有什麼結果呢 當然要跑過自知啦 那小弟在那裏 報的呢 都是馬主自己說的 那些師兄聽到我講的 有鬼用嗎 這些是馬主講的 那郭兆明就說啦 他說美麗滿分 上次初跑千四 只有第三 表現已經很出色的啦 今次呢 捲土重來 再戰同情 我們相信他會跑得近接近啦 哇 用到捲土重來字眼 那美麗滿分 他說在澳洲服役的時候 主要是跑開短途的 曾經在千二和千三米都取勝的 那來講之後呢 他似乎改變了性能 這樣說 他說美麗滿分呢 可能跑長一點會更好 他說上次真情跑千四米呢 效果是不錯的 他說今次呢 再戰同情 還抽到一個一檔 那他說希望呢 可以為隻馬打開勝利之門啦 剛剛還有今天呢 還有一隻美麗精神的 就跑第八場的賽事啦 那我聽聽他又怎麼說 蝙蝠比較小 比較簡單喔 啊 郭少明先生呢 就說這兩匹美麗是呢 到時呢 都不會分正副出擊這樣說 希望呢 為家人帶來頭馬啦 即是兩隻呢 在同場呢 都會跑盡他這樣的意思啦 那小弟就覺得啦 那隻美麗滿分呢 上次跑過第三 對手真是強的 那但是同場那隻美麗精神 大家都知道 這些都是響響響響的馬來的 那各位喜歡哪一隻 還是喜不喜歡的 都是師兄自己決定啦 那講開又講啦 今屆啊 偉達的成績啊 已經是拿了十一場頭馬了 暫時啊 那這隻明月聲輝呢 就是他的開齋馬啦 那季內呢 已經是兩折的了 分別初出呢 就贏了一場千二啦 上場突然間走到千四呢 那小弟都拍了一條片的啦 他說 我在跑馬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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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圈的時候啊 我突然間跟馬主講啊 跟巴道講 叫他擺頭走啊 他說那個練馬斯和騎斯 當時都呆了喔 那但是都是放頭的 就贏了回來啦 那今早這一隻 那個名月聲輝呢 偉達啊 親自幫這隻馬呢 在內圈那裡快度喔 那就做這個最後試跑啦 跟著其後呢 再騎這隻馬回去馬房通道那裡解安呢 全部都是他自己包辦喔 不會假手於人喔 那看下去 又重視知情呢 就各位自己去猜想一下啦 但是今次這隻馬呢 就排過十一檔啊 會不會有些不理呢 那我就不知道啦 那現在這隻馬呢 其實呢 除了後上之外呢 那剛剛那場呢 就是一放到底贏馬的啊 那今次呢 就升班作賽啦 那會不會克服到這個十一檔呢 還有跑出來 可不可以加入戰團呢 那各位師兄自己去 稱一稱他啦 那講開又講啦 呂建威啊 今季成績啊 真是堅啊 又是一個堅字啦 已經是拿了十五勝十七位啊 只是計沙田而已啊 只是計沙田有十五勝十七位啊 那在季內呢 只有一次沙田賽事呢 是沒有馬跑入Q的啊 就是每次都有馬入Q 只有一次沒有馬入Q的 那大家可以計一計啦 那呂建威呢 在沙田呢 這麼好成績啦 因為呢 原來啊 看回他的數據的話呢 就是他不介意呢 將那些馬呢 是駁完又駁完 那今次 今天的沙田賽事 呂建威呢 呃 今季啊 有十隻新勝的馬呢 就再出啦 原來十隻裡面呢 看回那些數據呢 有六勝兩位啊 即是六個WIN兩個P 相名率八成啊 成功率更加恐怖啊 那麼啊 是這麼多個馬房裡面呢 成績最好的一個來的啊 就是剛剛贏完的馬 再在沙田出賽呢 就可以拿到六勝八位啊 十隻裡面啊 各位計算他啦 那啊 星期日呢 他跑十場沙田日馬 呂建威呢 第四場五班的田草千八米 那隻金銅呢 上次擺了他 個人心水都贏的 那麼啊 今天啊 走過來沙田賺食 啊 今季都是在快活谷的 那麼啊 還有第七場 三班跑迷地千二的 彪芝蕊 這隻日本馬彪芝蕊 上場贏馬的姿態呢 就各位自己去分析一下啦 就真是幾恐怖的啊 那麼這隻七歲馬金銅呢 那麼今季呢 已經是交到又WIN又PAY 都幾準的 但是今次呢 就過來沙田賺食了 還有他的拍檔呢 就因為這個 乳龍共舞事件的 審拿呢 就停賽了 那麼今天就要轉人了 是轉了涉恩哥哥的 那麼各位看看喜不喜歡啊 買不買啊 自己定奪啦 那麼啊 還有一隻 錶芝蕊呢 都是配合何摘瑤啦 都是跑迷地的 那麼啊 跟大家報報的消息呢 就是呂建威的數據啦 那麼至於喜不喜歡 投不投注的 那麼各位師兄 自己定奪啦